这是一位71岁的老人家 他半年前因为吃不下饭喝不下水 到医院检查发现食管的中下段有一个八公分长 大概四公分粗的一个食管肿瘤 就像一个小孩的小胳膊一样 所以完全堵塞了他的食管 那么我们经过全身评估以后发现没有转移 仅仅是肿瘤非常大 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手术切除 手术就会可能切不干净 手术的困难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给他用了免疫治疗 做了三个周期免疫治疗 经过三个月的治疗以后 老人家的状态越来越好 打了针以后过几天 他就能吃饭能喝水 而且这三个月他完全恢复到正常 吃饭喝水完全正常 而且呢就是体重长了十几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肿瘤越来越小 最后就一两公分了肿瘤 所以我们给他做了胸腹腔筋联和 微畅的食管癌根治手术 手术很顺利 术后又恢复很好 虽然老人家七十多岁了 第二天就可以喝水 下地到处走来走去 那么他住了一个礼拜 大概七天住院时间 然后就回家了 最近呢他又来进行继续进行免疫治疗 感觉状态越来越好 那么现在免疫治疗为食管癌患者提供了好的治疗方案 那么以前可能很多治不好的 很多没机会手术的 通过这样的治疗都争取到了机会 感谢观看